今天6月4号也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的这一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面临6月6号 当然它有一个历史的转利的价值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罢免韩国瑜国民党内是不是有一些暗中窃喜的情绪呢 据说在高雄的吴副总统的办公室 有一个小小的挺罢韩的神秘的力量呢 所以罢韩团体是在帮国民党去除掉一个他们非常烦恼的毒瘤吗 另外一方面呢反罢韩的人士呢 也信心满满的认为韩国瑜可以留在他的市长的位置上 如果韩国瑜度过了这个被罢免的这一场挑战跟试炼之后 那台湾的民主会如何呢 高雄会变成中国高雄 韩国瑜会变成高雄特首 而民进党是不是就要面临非常黑暗的挫败的打击呢 各位这不是开玩笑 因为这场选举就是民主跟反民主 以及亲中跟反中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节目要很诚恳的跟大家来剖析 这不只是罢免一个高雄市长 而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背后的力量 跟这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民主的价值 为各位介绍我们现场的来宾 首先来自高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刘诗芳 大家好 柯杰好 好非常谢谢 那另外一位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大家好 好他在高雄也待过一段时间对不对 好 继续为各位介绍他民进党的前任的立法委员 现在呢 他是非常优秀的副产科医师林静怡 各位好 大家好 好谢谢 接下来这一位高雄市民他一直非常悲观 他认为罢免韩国瑜无法过关 苦林 大家好 欢迎你 好 黄子哲国民党的发言人 现在情绪应该很复杂吧 不会 心无挂碍 跟韩市长一样 所以你是韩国瑜的 是银行 好 等一下呢 我们还要跟台大的学生会的会长 陆俊钦来连线了 了解 现在呢 所谓北漂来台北念书的 或者是来台北工作的 这些高雄的年轻世代 他们是怎么样决定在6月6号这一天呢 用行动来表达自己对罢免韩国瑜 或是挺韩国瑜的投票上的抉择 首先我们就来看 为什么要罢免掉韩国瑜 韩国瑜在这四年当中 除了他违反一个市长 四年做好做满的承诺之外呢 他在这四年当中所掀起的仇恨对立 让在高雄的高雄的市民 他们心追刺骨 而其中最可怕的 帮大家回顾的就是 韩粉 他们是如何出征 善良的高雄人的 这些韩粉 他们所累积出来的仇恨对立 就是韩国瑜现象所造成的 为什么你要说韩国瑜不好 他哪里不好 你告诉我 他哪里好呢 我觉得就是他很好 那哪里好呢 我亲眼看到他很好 你们这小孩子哪里懂 你们懂什么 你们去看看韩国瑜做什么好不好 韩粉请教这个刘世帆委员 他这一场6月6号的投票 很可能罢免韩国瑜 是不过关的 因为他的门槛 其实并不低 要57万4900多票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韩国瑜 度过了这个罢免他的 这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考验的话 那么基本上对民进党 很多人说这个对民进党 所接触的民主 对于罢韩的背后的这些价值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而对韩国瑜来讲 恐怕就是他将来在台湾 像螃蟹一样哼着走 变成了一个无敌政治金刚的一个开始 你难道不觉得很恐怖吗 我们会觉得很紧张 不过寇姐我跟你讲 现在高雄市的人口增加了 所以不是57万4千9 而是57万5千706张选票 达到25%才会过关 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天也都很紧张 希望说所有支持民主的人一定要出来投票 千万不要让这个韩国瑜所谓的盖牌效应 还有兼人这是兼市去投票的人 这样的效应盖过去 因为这个就是回到以前的白色恐怖时代 我们一再强调 但是如果你这两天有下去看这个高雄的这个状况的话呢 其实他分成两块 在原来高雄市区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是比较都市化 他们了解很多罢韩的真正的内容 知道说这个落跑市长 还有草包 还有尊重女性 这种霸凌所有的市政的部分 所以出来投票的比例偏高 那昨天我碰到我们邱盈委员 他会觉得说他在高雄县 原高雄县的人比较低一点的原因是怎样 是我们的选票里面 并没有韩国瑜的相片 我们的投票的选票里面 只有同意罢免跟不同意罢免 一个四个字一个五个字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很多人讲说 你要盖同意罢免这四个字 而且是左边的地方 那其实这样子的这个拉锯当中 还在拉锯当中 所以这几天呢 我们大概像昨天吴英龙下去的话 简直就是引起暴动 我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 太多都是按星星星星 就是很希望吴英龙多下去一下 然后这两天还有包括今天有六四的部分 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游行活动 也就是希望高雄的人要知道 这一次高雄的罢免案是全国瞩目的 那既然是全国瞩目的话 不在于只有高雄市长的位置 是不是国民党的韩国瑜继续当选 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而是说高雄的人要不要再次写历史 那高雄人要再次写历史呢 千万不要被历史反写啊 说高雄这次罢免没过 那我看很多人都要逃离高雄了 那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高雄市在过去选出了高雄市长那时候是八十九万票 然后在这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呢 韩国瑜只有拿到六十一万票 也就是说在两年不到的时间 他的差距掉了二十八万票 所以呢不管是国民党 他们的策略的运用 希望很多人不要去盖这个同意罢免票 其实就是在拉这个二十七二十八万票左右的人 是不是你们不要出来 然后刚好就可以低空掠过的变成反罢韩 他们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我们现在刚好得到了相反 第一个我们年轻学子要返乡 像前一阵子呢 我们推出来这个返乡的这个高铁 或者是台铁的部分的话呢 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民进党在做这个什么罢韩国家 对刚好相反 这两天其实呢要回家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还有我碰到了很多在菜市场 这欧巴桑也是一样 他用台语跟我讲 这个韩国瑜心肝这么大 四个月不够你 市长马上要选总统 这种人还会做市长不是怪怪 所以他要去投票 所以事实上现在这个拉锯站 确实已经慢慢慢慢在升高这个气温 我也觉得星期六的罢免应该会过 但是我不希望像苦玲老师所预测的说不会过 我们会歧视于努力 好如果韩国瑜历经了这个罢免的团体 他们从2019年大概三四月开始 就是韩国瑜宣布要选总统 他们就认为应该要罢免他 所以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 要是经过一年多的这种耕耘跟努力 那韩国瑜居然还可以逃过罢免的话 那他就是金刚不坏之身 苦玲 那他的所有的作为都可以比现在 让很多人觉得很疯狂的或是失格的 道德伦丧的说谎的这些事情可以加倍的做 然后韩反会更为张狂 韩反过去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的那个 让人不能入目的行为 或是欺压高雄 善良百姓的这种做法 不是就会重新这个出现 而且可能还更加这个严重吗 会吗 你觉得恐怖吗 你问我说罢韩没过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罢韩确实是岌岌可为 但是呢 成也韩粉 败也韩粉 韩粉最近真是邦大 韩国瑜不是想要冷处理 冰处理吗 韩粉又来添乱了 第一个他们去告交大的学生会 人家一个返乡专车也没有规定 就说讲让大家回去投票 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回去罢免 赞成同意罢免或者反对罢免 这哪里有汇选呢 就像当初国民党栽账的那个洗手乳一样 人家那个录影带里面清清楚讲 6月6号记得投票 他有说6月6号记得罢韩吗 没有嘛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而且那个反向政策里面 包括不满20岁的都可以做 那他们也不能投票 那他们怎么可以做呢 所以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告的 那你要告当然引起年轻人的意愿 尤其又有人讲人家无耻 又有人讲人家被毒化 年轻人当然不爽 这叶宽石说的耶 叶宽石说他们被毒化 对啊 然后这个罗志强讲他们无耻 对啊 所以那你年轻人的反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居然 韩粉居然去出征武松 武松是什么人 就是礼节的老婆 那你去出征武松 出征礼节的老婆 你知道那个武松是怎么 因为旅节自称老虎嘛 所以他老婆自称武松 他怎么回答的 因为韩粉给他说 我不喜欢政治 我讨厌政治 我对你老公很失望 结果武松说 老实说 你发高烧了吗 你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关我屁事 还有你对我老公失望 我的男人为什么要给你希望 这是你对我家胖子有欲望吗 威胁我要退粉 你要在人间登出也不关我的事 我管你什么粉 老娘养的是老虎 所以你知道 这个文章一出来 马上三万六千个按赞 而且你得罪 不只是得罪武松 你还得罪礼节 礼节什么样的身份 可能北部的朋友 不是那么熟悉 一般我们来讲是 北馆长南礼节 而且礼节跟我一样没用 礼节跟我一样没用什么 老婆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所以对他来讲 你知道礼节有四十八万粉丝 有二十二万人在追踪 你这些人你去 你没事在这个时候去惹礼节 去惹捷粉 这里面十分之一的高雄人好不好 二十分之一的高雄人好不好 就把局势翻转过来 所以这些都是韩粉干的事 是啊 是啊 所以再来第三件 就是韩粉还可能干的事情就是 最好照国民党讲的 你出来全程录影 你今天投票那天 你出来全程录影 你再出来兼人 那个不叫兼票 你在三十公尺内 你派人家 在民法上有人格权 肖像权的侵害 在刑法上你有违反权罢法 一年以下 你说那我在三十公尺外拍 在三十公尺以外拍 如果你让我造成强暴脅迫 刑法一百四十二条 五年以下 如果你是我反害扰乱我投票 你刑法一百四十七条 两年以下 警察都会在那里 检察官都会在那里 所以到时候只要有一个 我跟着一下 我以前说韩粉蠢 但是没那么蠢 但我现在觉得 韩粉还真的很蠢 说真的只要有一个蠢的韩粉 在现场激起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 你看会激出多少人来投票 他们真的是 巴不得这个罢韩的投票高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 因为有四层的投开票所被换的地方 怕有人会照说找不到 不好找就不去了 所以我们礼拜五 我们要自发的发起一个全家看考场的活动 以前我们考试不是要先去看考场 免得找不到吗 所以礼拜五傍晚 我们全家就一起带着投票通知单 去找我们的新的 检察现场 对 那个不熟悉的那个投开票所 把它找到了 然后明天投票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考试不及格了 所以大家放心 好 库林虽然对于这个选情 他有高度的这个焦虑 但是他告诉大家 韩粉在过去这一年半的 韩国瑜的执政的过程里面 韩国瑜的串起靠着韩粉 可是韩国瑜之所以被罢免 其中有大一部分 就是韩粉去出征很多高雄人 我们刚才看到那段影片 目前韩粉又得罪了更多的高雄人 特别是其中的这个大科的韩粉 叫杏仁哥的 他去告了交大的学生会的一个返乡专车 结果激起了其他的北部的大学 他们的高雄年轻人 他们的愤怒 立刻又组成了发黄丝带的这个队伍 同时也发动了回乡投票的专车 我们今天为大家在视讯上面所连线的 就是台大的学生会的会长 图骏青 图会长 会长你好 你好 你是高雄人吗 我是高雄人 你是几年级啊 什么时候呢 从高雄到台北来上学的 我是2017年从高中毕业 然后开始到台北读书 所以你现在已经大学三年级了 还是四年级 是三年级 三年级 现在是有投票权的 是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想要知道 你英勇不只是发动了这个 要学生要专车要回高雄 同时好像你们昨天也在学校校门口发房私贷 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你这位高雄来的年轻的台大的学生会的会长 台大人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呢 这个台大没有发起专车 不过台大是这个贷 昨天在跟师大 还有一些其他台北的高雄 一起在台大门口发房私贷 那呼吁大家要一起来回家投票 那其实我们忧心的是在于 许多人不管他的意见是 这个认为市长做的好不好 但是其实因为这个市长 正在呼吁大家不要出来投票 但是要出来监票 其实大家可能受到这个家里 或是同财各种压力 会不敢站出来表达意见 那不管意见怎么样 表达意见的 这个意愿都受到影响了 那更何况我们怎么可能有一个 自由表达跟公共讨论的程式呢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非常忧心 我们想要站出来呼吁同学 呼吁这个路过的其他高雄等等 大家一起站出来 守护自己讲话权利 带着朋友带着家人 带着同学一起去投票 好 所以你讲到的意思就是 因为这个监票所谓 监票又变成监督 这个投票的人的这件事情 让你们真的感受到 可能有一股恐惧的力量 在这个喝退要投票的人 你确实有从高雄的家人 或是高雄的这个朋友呢 有投票权的人的身上看到 或是听到这样的一个 情绪上的这种忧虑 你有实际上的故事吗 其实有同学就说 有爸爸妈妈 他的家人就跟他说 如果你要 你要回来投罢免的话 那你大概就是要罢免 你就不要回来投票 那就造成很多 一些家庭撕裂的问题 那其实过去如果 如果他愿意 他愿意就是说 尊重大家表达意见 不论是支持罢免或是反对罢免 那我想有一些人 他这个也不需要面临到如此大压压 就回家投票 那现在这个 爸爸妈妈还会 还会有一些家庭 因为爸爸妈妈支持这个挺寒 然后他可能担心小孩 爸就叫小孩连回来都不要回来 那这个回不回去其实很明显 那这个其实例如说这样 其实就很严重的影响到 这个尤其是年轻一代 表达意见的 表达意见的这个手段过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韩国瑜市长他叫 挺韩的人不要出来投票 就让愿意回去投票的人 完全被标志化了 所以你的同侪里面很多人 就被要求说不要回去投票 那因此你要叫大家 鼓起勇气要回去投票 那你是要回去的吗 我会回去 那你要不要代表那个 在北部读书的 其实你不算北漂吧 你是从高雄高中毕业 才来到台北吗 对不对 是 好你有那种北漂 当时韩国瑜讲 北漂青年回家的时候 他在竞选的期间的 那个号召跟那个说辞 你有被感动到吗 我个人其实是 并没有特别被感动到 当时就没有 那经过这一年半呢 经过这一年半 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 像是过去 我就读了高中 光是有一些同学 或者是老师 不管是在毕业典礼 在上课 或在什么时间点 对于市长有一丝一毫的批评 这个整个学校 就被韩粉一起出征 我想这一年半 这个高雄已经变成一个 已经变成一个 没有办法包容意义 然后没有办法 理性讨论的地方 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忧心的事情 所以你认为 这一年半的高雄市 变了 那请教你 那你们昨天在发黄诗带 跟其他的大学的同学 发黄诗带 那你们的老师有讲什么吗 或是学校当局有任何的 劝戒 或是有任何的看法吗 有阻止你们吗 学校这边没有特别表示什么意见 那因此你看到的这个现象是 现在交大的学生会被告 那而且他们的返乡专车 就要变成说 回去的时候呢 不能补助 然后回来的时候 要有一个团体 可以免费回来的一个状况 你所了解的 北部的这些大学生 高雄的同学 想要回去投票 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困难呢 或是还要这个突破哪些问题 我想其实还有其实蛮多困难 就说到学生要回想 表达意见困难重重 其实有不少学校的毕业典礼 差不多就是6月6号 那大肆可能就面临到说 那他要参加毕业 来再回家投票 然后又或者是其实 6月6号其实也距离 在下一周的期末考并不远 也是有不少的学生 其实有科业压力等等的 那种种压力呢 再加上这个市长要加力的长辈呢 也不要投票出来监票 叫小孩不要出来投票 那其实这个是很多重的压力 那也蛮多同学的投票的意志 也会因此动摇 是哦 你自己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你的父母有叫你不要回去吗 我个人是没有 对但是其实有非常多 我听到非常多同学或者朋友 有遇到这样的造语 你是在哪一区 我在沿城区 沿城区 所以你一直是在高雄出身 读到高中 才来到台湾大学 读书 是 好 那个我给台大的学弟建议一下 我台大毕业的时候 也没有参加毕业节理 那你还是可以毕业 我也没有 好不好 没有参加毕业节理 一样可以毕业 还有你说家里的压力 你没有投票通 你回家才能拿到投票通知单 没有投票通知单 也可以投票 怎么先投票 所以你不用让爸妈知道你回去 你就默默的回去 然后如果有功课 你就默默找个图书馆念书 如果没有压力 你就去逛博二 去吃小巨蛋 然后就默默的回来 我们就知道默默的成功了 俊庆那你自己的 你是大四吗 对不对 你们的 我是大三 你大三对不起 我刚刚听错了 大三 所以你说你大四很多同学 台大四今年是几月几号 台大今年就刚好是6月6号 是6月6号毕业典礼 哇台大的校长是滚忠敏先生 这里还有一个你的台大的那个 学长是梁门杰 台大的学生参加毕业典礼的人不多 听到没 跟你的学长讲的 毕业典礼不重要 很无聊啊 这边热的钥匙 然后就一堆人讲话 然后在那边排队 听人讲话 可是是不是故意的啊 这我就不知道 哦 你觉得是故意的吗 俊庆台大是故意在6月6号 那毕业典礼吗 这个其实 我想其实倒未必有啦 因为其实往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了 嗯 不过台大毕业典礼 这几年也非常精彩 像是去年的毕业典礼 这个配乐 有一段就刚好是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军歌 这样 嗯 哦 所以这种现象会让你们觉得 有点忧心 对不对 那你有感觉到台大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政治氛围吗 呃台大这几年政治氛围不一样 可能未必直接展现在别电影这件事啊 但是其实台大这一两年来的校园的公共讨论 还有政治氛围的确是保守很多 不管是校内的公共议题啊 或者是校内的校内的一些关于 关于这个校内的校园民主啊 或者是本土议题 其实都面临到很大的 很大的挑战跟突击啊 好 你身为这个学生会长 请教你啊 你觉得韩国瑜这一年半 除了他所造成的一个韩粉的恐怖 呃这个现象对不对 呃那个之外 你觉得韩国瑜为什么要被罢免掉 你个人啊 认为这些罢免的理由里面 有哪些部分呢 是嗯 你同意的 或者说你觉得还可以哈 商榷的 如果韩国瑜没有被罢免掉 你认为会对高雄有什么影响 呃我想其实 我就市政的常规来进行一些讨论 不管是 例如说我可能个人关心高雄清拐 那这个他在 他在 其实在2018年以前 在 呃C45 CCO就是 这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点点 嗯 他其实已经盖的差不多了 那他就2018一过来放到今天都还没有继续挖 嗯 然后又举例来说 其实 呃 这个他的所谓的清水沟不断被神化 嗯 那其实 这个沿城区有一条 有一条水沟 他就被挖开 等下进行重新铺整 嗯 然后这个 韩本就吹捧说这个是特别细腻的工法 啊 但其实那个是因为之前在整修的时候发现 下面有孤老师的 的这个旧的排水道移构 所以正在进行稳资的修补 嗯 就其实有一些 有些时空的措置啊 然后加上 呃 其实韩市长也对青年相当的不友善 嗯 包含这个 这个 那个性别平等教育 其实 三国瑜任用了一个反统的教育局长 嗯 那其实 对于对于年轻人在乎的价值来说 其实 呃我想这个 市长也都持续的站在年轻人的对立面 嗯 可不可以问一下图会长哦 那个如果要盖爱情摩天轮的话 可能就盖在你们沿城区内 你会同意要盖吗 沿城区的地址不是很适合吧 哈哈哈 是 那你同意要盖爱情摩天轮吗 这个他如果先评估好到底要怎么运作再说 现在的人到底要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感受 现在没有了 爱情摩天轮一场梦 是 好 这个图俊卿会长刚才啊 这个非常清楚的讲到了 他所看到的他是一个高雄人哦 高雄的年轻人在高雄啊 生长长长大到 这个高中然后来台北读台湾大学 这个是非常多的 呃台湾的精英人士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那像苦林原来你们两位都台大嘛 对不对 哈这个 呃文杰跟呢 苦林 我们也很多人都是从别的县市到 呃这个不同的大学来 所以要请教指责 其实 图俊卿会长讲得非常清楚耶 很细腻的是对高雄的市政 哈他有相当程度的质疑耶 那你要不要回应他所说的 非常有理性的这些诉求 是 是上途会长 我昨天在另外节目还有跟他同台了 也是用用这样的方式 嗯 那我坦白讲 我我我很钦佩学生的热情 嗯 还有理想 那你们干嘛打压学生热情 没有打压 我觉得 这个不是这个是谈到那个交通大学 这个呃所谓的返乡 陪妈妈专车 嗯 到底民府 是否符合 又怎样人家陪妈妈 你们去告人家害人家不能陪妈妈 不是啊 不是反弹吗 不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啦 就是说交通大学 你只鼓励 涉及在高雄回去陪妈妈 那这不是很怪吗 嗯 这个学联费的这个费用 是全校的同学一起缴的 结果你只补贴高雄 高雄籍的妈妈 这不是很很怪吗 我当然知道同学们是要鼓励 他们返乡投票 这个完全尊重 你只要不要汇选 主要不要这个指定说啊 你一定要投票 哦 要怎么投 那这没有问题 我说同学有热情 有理想很好 那你就 正大光明的说 我们就是鼓励他回去投票 这件事都没有 这跟涂俊卿的诉求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从市政面看 这个这个市长没有是 没有那个 如他所吹嘘的这个经验 涂同学他很关心那个高雄 这个韩市长政绩的部分 我回应一下 就是说轻轨的事情 我们看标题就好 这是在五月二十一号 就上个月没有很久 轻轨事情 韩市长这个视察轻轨站 捷运局还强调进度超前 我说真的这个没有关系 我知道 这个委员又回应 用完工量 要引发那个大家围角 他们也有那个验搜完之后 还不能开的路啊 待会你们有很多时间 对啊 你要跟会长简单一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韩市长不是没有政绩 当然你如果真的要挑他 比如说他几个承诺没有达到 比如迪士尼他也出来 这个跟大家致歉了 他很多承诺都没达到啊 没有做到的 他应该要更努力 可是我觉得比如说高雄市民很关心的 过去五千个天坑 还有这个治水的问题 我觉得至少在前 应该是上个上上个礼拜 上礼拜的大水 我觉得这个抽考或期中考也好 事实上我觉得韩市长有过关 有及格 没有关系 我是说当然反对的还是会反对 不过这件事让高雄市民去公平 做不好当然会被骂 我们那个图经清这位年轻人 大学三年级台大学任会会长 各位知道台大学会学生会会长 后来呢在台湾的政坛上面 很多精英人士都是从这个位置 串起来的 所以我们呢要非常的这个强烈的来 看重像会长图经清这样的人的看法 你接受黄子哲的说法吗 最后我再还要请教你的话 如果你在旁边观察 如果韩国瑜过了这个 罢免这一关的话 他会变成怪兽吗 还是他会反省检讨 回到一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市长的角色 你怎么判断 我想那个第一个部分 针对交大那个部分 其实很多国民党人士都对于 学生的行为有非常大的扭曲 第一个这个资讯的事实都并不清楚 交大那个使用并不直接是学生会的会费 而是他们活动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他们所有的经费使用 也都经过学生议会的审查 并不是像国民党过去党国部分这样子的党库 通国库这样的行动 那这个也希望这个国民党正式 不是学生就像过去党国时代这样 至今还不返还党产 那第二个部分 这个针对针对 不需要什么韩市长视察新闻 我讲的是C15C中那两端 就是说他已经2018年就已经盖的差不多 但是盖好之后就摆在那边 连试车都试过了 就是池不通车嘛 所以这个市政 可能市长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韩市长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恐吓 然后洗白的方式 度过一次一次的危机 那我想这个事件过去 他更认为没有什么事 能够下鼓得了他 那他就继续为所欲为 好 这是涂俊卿 台大学生会的会长 所做的自己的观察跟结论 因为他等一下要去上课 所以非常谢谢你 谢谢俊卿 谢谢 请教一下文杰 刚才呢你这个学弟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如果经过了恐吓洗白 韩国瑜罢免的这个案子过关之后 他不认为他会检讨反省 他认为他会为所欲为耶 你怎么看 我觉得对韩国瑜来讲 他这一次他 我是听说啦 他内部是觉得说是 那个罢免不会过 他内部是这么决定 说不定是爱兵牌 那但是就像去年的选举一样 他们韩粉或是韩国瑜自己内心也觉得 可能不会输那么多 所以我自己个人我是认为罢免应该是会过关 那但是如果真的不会过的话 我觉得对于这个对于 以后政治任务真的都可以为所欲为 台湾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韩国瑜这样 选上市长三个月 选上市长三个月就说要去做选总统的 对 老实讲能够做到一个高王市长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老实讲一个市长他可以做对一个城市 做出很多贡献跟规划的 但是他没有珍惜这个 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对很多高雄人来讲这是非常生气的 我记得那个高雄就是两年前 高雄市长在选的时候 最后我还认为说会很close 因为最后的民调感觉起来说是 即使输那个我们也不会输太多 最后开出来输很多 为什么 因为民调抓不到那个北漂族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在台北的学生或是年轻人的 回去投几乎都是投韩国瑜 是哦 对 最后你们做的整个检讨分析是这样 没有错 几乎都是投韩国瑜 但是现在韩国瑜是很怕台北的人回去 这行事逆转 完全逆转 所以他对于任何的 譬如说你交大的学生会 这个要弄个专策回来 他就觉得就觉得你 你是要回来罢免我 可是那个跟两年前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从 凡是从台北回去的 几乎都是投韩国瑜 所以现在的情势逆转 我觉得 当然就是说这个对台湾民主来说 是一个第一次的尝试 我们台湾的罢免过去只罢免过几个里长 成功的 成功的是有几个里长 那比较出名的是那个黄国昌那一次那次也没成功 那这一次能够真正的罢免一个市长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里程碑 算是一个里程碑 刚才这位涂俊卿同学 因为他是高雄人 他特别提到证件跳票的部分 你看从这个公共政策的论述上面来看这件事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韩国瑜从选举的时候 所开出的支票 最后呢一一跳票 有的地方呢还不太认账 还推给中央 具体上要什么吗 当然是高雄要什么 高雄要发财啊 对不对 天哪 市长 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发财 但是具体上你要开放什么东西 什么项目 我们想知道是这个 不是说高雄要发财这么简单 总目标是高雄要发财 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希望往高雄发财的目标 那具体上你要做什么吗 这个自贸区是其中之一 好不好 如果我当高雄市市长 我们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邀请迪士奈乐远来高雄 一选完之后 我们跟迪士奈接洽 他希望周边有一亿人口 有一亿人口他才会设立 那我说你香港只有六百万人 他是看广东福建这边的一亿人 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 我就知道这个迪士奈是有困难 这一点我愿意收回 的确是有困难 听起来还好啦 水退的速度也很快 未来最少还要投入一年半和两年 我们希望把高雄所有组块 连根拔除 好除了影片之外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证据 给黄子泽特别要来现场 来看一下韩国瑜证件跳票总整理 你看他有他答应过的事情 最知名的是爱情产业链 太平岛挖石油 迪士尼跳票 MOU完成率 7%其实东南亚卖水果只有1% F1赛车 宝可梦 漫威找上门 赛马 青创基金 选举补助媒娟 高山升旗台 故宫一次展览 半年治高雄淹水 阿诺要来台湾 邓紫棋要来演唱 熊猫来高雄 然后高平国际机场 早稻田分校 还有他说过的 3月30号去年的时候 说我坚持不考虑2020 2019年的三个月不到 他说yes I do 我们先请李济怡 这个前任的委员来看一下 你先帮他整理一下 还蛮赤裸裸的现实 他跳的票还蛮多的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国民党不要觉得 大家记忆力都很差 虽然真的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事情 会一直把我们的印象都洗掉 觉得好像这个人最近很乖 但是刚刚靠姐问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这次罢免没有过 韩市长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今天是六四嘛 那大家想想看 韩市长如果这次罢免没有过 明年高雄市 如果公民团体要办六四的追思活动 办不办得成 如果明年还有中国对于香港的迫害 或者是中国对于人权迫害的一些事情 高雄的朋友们要办对于中国的指责 相关的这些意见的一些聚会活动 办不办得成 我提醒大家 去年香港的事情 反送中那个案子 不是台湾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所谓连笼墙吗 就是说我们去声援香港 学生其实学生跟学生之间 年轻人之间 他们对于民主的价值追求是一样的 所以年轻人那边就会觉得说 你们在追求民主 我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愿意支持追求民主的年轻人 大家同样的价值 去年高雄的连笼墙 在中山大学那边 那个西子湾那个隧道 它持续 持续八天而已就被拆掉了 大家都觉得 这个活动震热啊 全台湾到处都在串联 要挺香港的年轻人 为什么被拆掉 因为高雄市政府说 如果你不拆掉 我要罚你两百万啊 所以其实这边 刚刚扣姐当然整理了很多的 这个所谓跳票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大家 最后就得到一个结论嘛 就是他都胡讲 他要嘛就是说 有白紫黑字吗 我没有说啊 要嘛就讲说 我那时候评估错了 后来做不到 现在终于讲说 这个迪士奈乐园那边 一亿的人他做不到了 那所以你那时候说 要做这个证件的时候 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觉得高雄的人 在你当选之后 马上可以生出一堆人来吗 他一直讲说 或出去人进来 所以你的人进来是谁进来 难道你认为是 你会引进中国的很多人来高雄吗 不然你的想法 到底是怎么做出 这个评估来的嘛 那其实以这个跳票的 这些资讯来讲 那也就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人随便讲讲 真正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 这个罢免案对于高雄的民主 或者是台湾的民主 他是往前更进了一步 还是造成伤害 现在大家认为 年轻人希望回去 就是参与这个民主的过程 这些年轻人除了 很少人是这样讲 为什么高雄市或国民党认为 所有要回高雄的人 都是要去罢免他的 也就是你们自己心虚嘛 你们觉得 哎这个做法不行 看到那张脸还要再看两年很痛苦嘛 大家回去罢免他嘛 那可是其实回过头来 这就是一个民主参与的过程 如果你尊重民主的制度 你怎么会用尽各种方法说 你要去监督谁来投票呢 第二个事情 我真的也有点担心是说 刚刚扣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韩粉或者是韩市长 他在过去这几年 包含从他开始选举开始 他一直在做的是撕裂的动作 你撕裂族群 撕裂不同的支持者 就算了你还撕裂了非常多的家庭 这个才是可怕的事情 刚才那同学说的很多 北票的那个大学生年轻人 不能回去是因为爸妈妈 根本就不让你回来投票 其实你去看哦 其实我这就可以讲说 民进党跟国民党对于年轻人 或者是我们讲支持者之间 怎么看待年轻人的意见 跟我们不一样 以我的感觉啦 在民进党一项来讲 我们的支持者 当然有些意见会跟年轻人 也不太一样 可是当他们看到年轻人 积极参与政策 积极参与政治的时候 其实我们多数的 我们多数的支持者 都是站在一个 我们很高兴年轻人终于参加了 你可能跟我意见不一样 我们可以互相讨论 但是彼此尊重 对我们要请教一下子哲 刚才那个同学讲 这是有点令人难过的 就很多家庭的 我补充一下 有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你回去就是罢免 所以不让你回来 今年选举 我再往前讲 今年选举刚好在农历年前 是有很多年轻人 他的爸爸妈妈说 你如果你要投的是蔡英文 你就不要回来了 然后选举选完了 大家觉得说 好吧我选完了 胜负已定 总是可以心平气和了吧 没有哦 很多的年轻人 他回到家是被赶出来 有很多年轻人 没有办法吃年夜饭 他们诉求的是什么 韩粉这边的诉求就是 这些年轻人很好骗 他们都被蔡英文骗了 然后这个东西在所谓的 韩粉父母的脑袋里面 它变成是 这个是一个我们讲的 这些文化跟价值的问题 就是说 在很多韩粉父母的想法就是 我们讲的传统家父长制 也就是你们都不听我的 你一定是坏掉了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年轻人变成 第一他不能回去行使 他对于他所住的城市 他的想法 第二个事情 年轻人还要考虑一件事情 我有我的主张 可是我跟我的父母不同 我要不要撕裂跟父母的感情 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听到没指责 这个仇恨的这个 往事机会 再经过这最后的48小时 又开始被 我们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跟年轻人讲的是 你要去跟长辈沟通 我们一直讲的世代沟通 也就是说可能意见不一样 可是你要跟不同的 价值的人沟通 韩粉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其实我一直认为 这个跟所谓中国 这个过去在做斗争 红卫兵斗争的时候 是同一个逻辑 你跟我不一样 我斗坏你 我最近有一个 在高雄的一个朋友 他自己在门诊贴了这一个 他在他的这个诊所外面贴了 讲义总统的春联 他已经被撕掉两次了 公然撕掉 对就直接被撕掉啊 你看看 这是一个操弄仇恨吗 我们再怎么样 我也不会去撕 我也不会去撕不同立场的春联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蓝绿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有很大的差别 不可以说我们没有差别 我们没有像你们那么不像话 用仇恨性 不鼓励家庭失和 我们鼓励的是这六月六号 大家可以用民主的精神 理性和平去投完 这次罢韩的国民党鼓励 你们说要监票吗 那你说 不要那么紧张 听我讲完 至于你说少部分的韩粉 是不是有比较脱序的行为 我承认上次的选举的过程中 的确会有少部分有 可是大致上而言 我觉得大部分的韩粉还是理性的 韩粉是谁养出来的 大家记得吗 当时在选前不是有个大游行吗 反韩罢韩的通通在街上游行 当时不要说民进党 绿营指控国民党说为什么要搞那个游行 对啊要不要跟那个罢韩的断这个什么 不是罢韩啊 这个不挺韩的对抗 事实上当时一直在事前不断的指控说可能会有暴力 可能就是要作乱 要把那个冲突对立起来 后来和平 后来整个游戏不是和平了吗 所以说不要说我举个例子啦 坦白讲这个比如说绿营的人 或黑韩的人有没有不理性的还是会有吗 大家还记得吗 韩社长在选总统的时候 甚至有人在这个什么 在FB上要对他的家人不利 当时不是还出去报案了吗 不是我们是想这一次 这一次怎么又搞成 这个会是跟家庭会失和了 那刚才那个同学讲的实力了 不是啦我们不希望家庭失和 家庭失和这件事情 我们的贵阻在国民党 不贵阻在韩市长身上 因为还关于操纵盖牌嘛 我们不过来 你操弄你说你回来投票都是要反对他的嘛 我们所谓的监票 所谓的监票是希望整个的这个投票过程 或者是开票过程是和平理性 没有任何舞弊 没有任何状况的 你提的两把和平党高雄市长不一样 监票我们支持 你的监票到底是投票过程还是开票过程 比如说在投票所 这个什么用露营啦 还是说在三十公尺以内 这个全程露营什么 不合法我们都不支持 所以不要栽张 我会不要学那个苏贞昌啦 说什么这个配合一国两制 这时候苏贞昌还没出来道歉 国民党什么时候配合一国两制 只要举出一个例子 我现场道歉 你们不是一支 我脸书上我都写过了 然后那个去找监票部队 然后你们的那个曹桓荣的高雄市的民政局长说 要给这个投票人压力啊 我坦白讲 我不认同他们的说法 而且他们的说法是在跟自己熟视的 我记得是里长 如果他发了这种公文 要求大家这么做 或发了一个文宣这样做 大家都出来通平他也没有问题 所以请问一下韩市长 有没有出来否认这个想法 我再次强调国民党韩市长绝对支持大家 当天和平理性的投票 任何违法的事情 千万不要做 所以不要再栽张抹黑 你不要不要说 盖牌跟监人这几个字 看谁讲的嘛 看谁讲的嘛 盖牌没有问题 出来外面透透气 顺便去看一下 开票所外面没有人 让我帮你回忆一下 民进党 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 07年的时候 国民党在立法院党团提出了 罢免这个陈水扁的案子 当时啊 我都讲的是在立法院 当时民进党回应策略是怎么样 不进场不投票 后来就让那一个罢免案的投票 就不过 没有过三分钟的门槛 但是你讲的 人家不要去吗 不出来投票是一种策略 民进党会恐吓人家不要去吗 我跟你讲 民进党会恐吓人家不要去吗 你要如果要达成 让这个韩市长可以过这一关 就两个入境嘛 一个人支持支持他的人 比反对他很多嘛 另外一个是把降低那个门槛25%嘛 过去民进党在面对陈水扁 罢免案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嘛 就是要恐吓人家 我要过那个门槛 你知道赞成的人 你知道支持他的人 没有比较多嘛 我现在只知道陈嘉青在恐吓 恐吓高雄市民说有黑道要监票 拿出证据的吗 没有嘛 如果明天韩市长 明天韩市长出来 以韩市长的身份宣布说 我愿意接受高雄市民的检验 我相信支持我的人比反对我的多 请大家开开心心出来投票 我们根本不用针对他讲到关键了 就他叫大家不要去投票支持他的 所以现在呢 不管是你从哪个地方要出来投票 从家里面从台北 从那个新北 从桃园从台中 要去投票就是要罢免他的人嘛 那所以你把每个人标签化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邪恶的做法 还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呢 韩国瑜在过去这一年半当中 他的所有的行为 除了去选总统跳票这个承诺 这个自毁自己的信用之外 其实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刚才刻然看到 他跳票的事件有那么多 他曾经说过要把高雄变成500万人 记不记得 那更别讲 他在一些情况之下的没水准的演出 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 除了那个美白小腿之外 还有大家记得吗 那个TNND 这一切是不是就是累积出来了 今天倒数计时 那个渐分晓的那样的一股动能呢 我堕落了 我天天经营在美酒 麻将 忘了学们对我的托付 熬夜打麻将 看到漂亮的小姐每天都多看两眼 你这个国会议员是怎么干的 我去六龟美农 去过五次 没一次清醒 每次都大醉而返 但是农民陪很高兴啊 我每次都拼啊 喝酒比吃饭还要多 所有的抹黑的新闻 韩国瑜吸毒的 韩国瑜包小三的 韩国瑜乱七八糟的 我真的想讲一句话 所有的黑韩产业几万人 用火车都拉不完 用高铁都拉不完 我四个字放马过来 再加四个字 人才要是一直不停地流出去 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 这会形成一个大问题 凤凰都飞走了 进来一大堆鸡 这也是个大问题 不要这样讲 我没有知道 看来讲 我没歧视啦 然后呢也是 唯一的男女合班 好死不死 我前面正好做一个女孩子 我就每天看她的那个 又白又漂亮的小腿 看完以后成绩就一落千丈 哇 这王是不是只能回味啊 哪有苦力啊 刚刚大家在讲仇恨 那也败指责之事 因为他说有人讲韩国瑜是病毒 我就去网路上彻底的了解一下 的确有很多人讲H病毒 但是H病毒不是韩国瑜 你不要自台身下 H是H-A-T-E H-A-T恨仇恨的病毒 那我现在给大家公布一下仇恨病毒的确诊名单 秋毅武力统一中国 包括我们都死光 蔡政源说 台湾管制口罩 中国政府应该对我们做点什么 卓锡伟说不用管制口罩跟国外进口就好了 去跟谁进口啊 吴思怀说我不效忠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越玉兰 浴火焚身气炸锅 那就不用讲了 洪秀柱说 越南的防疫做得比我们好 越南因为检验能量不足 他现在还不准他的国人自己反国 还有700多个移工留在台湾 王鸿威说 蔡英文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陈玉珍说 我向北京中央请示 马英九说 台湾各方面都在退步 9%的总统在笑70几%总统 说人家各方面都退步 唐湘龙说 小英防疫做得好 只是运气而已 唐湘龙还说 如果没有台湾国瑜 高雄就没有未来 我们再看看谁没有未来 那李莱西郭冠英 这种人神共愤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说了 好 那你看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 看不得台湾好 第二个特色 对中国很好 第三个特色 强力支持韩国瑜 奇怪了 所以韩国瑜是不是H病毒的代言者呢 我发现应该不是 但是他是H病毒的重症患者 你听听看韩国瑜讲什么 蔡英文总统被新潮流架空了 这不是仇恨吗 台湾人民的生活现在苦得不得了 这不是仇恨吗 台湾的民主都说黑钱 媒体都说谎 这不是仇恨吗 我市长做不好都是因为中央卡韩 这不是仇恨吗 出来监票 这样站出来霸韩的人有压力 这不是仇恨吗 TNAND 你们买带你 这不是仇恨吗 所以对于我们台湾不是中国 也不是香港 所以对于这些人 我们无可奈何 我们唯一惩罚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支持的韩国瑜被罢免 好显然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讨论 过去这一年半当中 霸韩团体 他们所累积的这个动能 正在倒数计时 韩国瑜如果被罢免掉了 是不是国民党另外一个重生的开始 如果韩国瑜没有被罢免掉 过了这一关 他变成了无敌超人 大怪物 会不会为所欲为呢 请继续锁定 明示台湾台 那新闻一无二 好 韩国瑜马上要变临了对被罢免的危机 他之所以被罢免 除了他这个很快的在选上没多久 就违背承诺去参与总统选举之外呢 我们赫然发现在证件跳票 以及人格道德操守 以及所谓的庶民总统的这些说词上面呢 几乎韩国瑜都经不起检验 刚才这个苦灵告诉我们了 所谓的H病毒是仇恨病毒 这是他认为是韩国瑜跟韩国瑜的支持者 所带动的这个要考验高雄人 我们现在今天来回忆的就是 韩国瑜被高票当选 在高雄掀起了非常多北漂青年 跟韩国瑜的支持者 也就是高雄市民的期待之后呢 他却在很多的地方呢 表现出了非常失格 而且令各界震惊的这些行动 其中呢 他的言语行为之没水准 简直是庆祝难输 刚才播了这段影片 包括他这个是说 年轻风流耍流氓 然后呢难忘美白小腿 把半个世纪 喜欢呢把马子打撞球 逃学翘课 打架让父母头痛 把我送去当兵 国二每天都看女同学 那美白小腿 只讲了不止一次 这是2017年11月耶 这是他在参选之前的一年 这些话其实让很多人对他开始 要请教师方是 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他这些自白 是有好感的哦 觉得他勇敢的面对过去呀 可是接下来呢 他在这个酒色才气的部分 也就是呢 他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了 他在总统选举 陈洪昌委员说他整天打麻将 抱女人 这个怎么当总统 然后呢 他说那是20年前的我 这个之后呢 在总统选举里面 他有非常多奇怪的言论 而基本上呢 让人家对于他的个人 对所谓道德 跟这个人格上的某种自我的认知呢 都开始怀疑 有一句话 邱毅寅还被出征 有100多万人去骂他 那叫做给1万个工作机会就赔税 对不对 用屁眼看你 看那个那些假寒粉 然后青年政策直播的时候 骑士一公 凤凰飞走了 进来一堆鸡 我没有迟到 为什么要说我迟到 每个人都有妒忌眼 他就猛戳非常无聊 那更别讲 TNND这句话 所以这些累积 是不是点点滴滴的 那今天到了最后 算总账的时候呢 对 我大家都要记得一句话 一碗卤肉饭 跟一瓶矿泉水 就是这样几个字 把整个高雄市长的位置 坐上去了以后 结果他完全是跳票 我记得在 也是这个时候毕业季的时候 同样的很多像高雄中学的毕业生 或者甚至国小毕业生 去参加毕业典礼 拿到这个高雄市长的 这个市长讲的时候 上面写的爱情摩天轮的 那个符号在那个上面 结果呢 很多人没有办法收这个 而且呢 那个毕业生上面还写说 为什么爱说谎 我记得还有这句话 还有人请他坐好坐满 还有人说 为什么你要当高雄市长 连年轻人连国中生高中生都觉得说高雄市长当了一年以后 你当时讲的证件没有一个能够完成的 尤其讲了爱情摩天轮 我觉得很有趣 这是我们的这个罢免的这个公告 可能只有我跟苦林大哥有 然后呢 这里面很有趣 他还是仍然写着 他还是在讲爱情摩天轮 各位 你说他自己的字牌书里面 对他的罢免的这个答辩书里面还是这样 爱情摩天轮还在上面 他们还找美国厂商 可是同样的时段 在今年5月19号 这个国民党的市议员 在市议院问他的时候 他已经提到 迪士尼他做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向香港 可以找到一亿人 然后呢 这个要挖太平岛挖石油 他也做不到 那个中国石油公司去那边挖 如果挖得到的话 分析杯羹给高雄市政府就好了 那这个爱情摩天轮也是做不到啊 那既然做不到的时候呢 变成有人呢 就弄了一个气垫式的这个摩天轮 在那边弄30秒钟转一圈 其实这就是一个笑话 高雄市的人把这个希望给你 希望你能够把高雄市摆脱 又老又穷 然后希望高雄能够发大财 结果到现在为止 高雄哪一件事情是发大财 不但没有发大财 而且高雄人的脸都不见了 我今天还是一样 再讲一次 每一次你到台北来的时候 会很多人讲说 你高雄人有发大财吗 这第一件 然后这个 哎呦你们的市长是韩市长 就一副充满了非常 想要看笑话听笑话 我觉得高雄的人啊 跟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的民主的水平 跟所有的其他的全国的人都一样 我还是一样呼吁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一定要出来投票 千万不要被国民党的恐吓牌 奏效来发生效果 尤其是年轻人要赶快回来投票 好这个年轻人 刚才我们访问台大学中会的会长 图君清特别提到了 有些这个来台北的北漂的年轻人呢 他们的父母呢 不让他们回去 或者是说呢 我补充一下 您刚刚讲 他们的家人 有的人害怕投票 对对 我补充一下 那个蔻姐不好意思 我今天才收到一个 他是第一层 他是第一阶层的高雄市政府的员工 我就不要讲到哪里 他是标准的韩粉 他不让他的小孩回来 所以他们家的五个投票通知单 他一拿到全部把他撕掉 把他照相照出来说 警告他的小孩 不准来投票 不准回来投票 这就是韩粉的作为 所以刚刚我们特别强调说 没关系 你没有拿到投票通知单 凭着身份证 当天一定可以投票 好刚才这个示范也特别提到了 当时呢 一碗乳肉饭一瓶矿泉水 所以引发的一个 至少韩国瑜15票 15万票领先成绩卖 当时是给了大家很多的希望 那个希望的背后呢 还有一些 他在竞选时候 高民调跟高形象的人物 其中包括了他的女儿韩濒 包括了他的太太李嘉峰 有一度李嘉峰跟韩国瑜 跟韩濒被认为是第一家庭 未来的宋美龄接班人的典范 这个是李嘉峰 对不对 那没想到呢 在韩国瑜当选之后 第一波所引发的就是 板税风波 因为李嘉峰跟黄光琴之间 为了一个板税的争议 开始引发了很多人 对于韩国瑜真面目的揭穿 那黄光琴的所谓 兔子跟着月亮走的这本书 以及黄光琴本人 在他选举期间所写的这本书里面的 对于韩国瑜的声讨 引发了大家的怀疑 才发现原来 这一个家庭 不是像那样子 在就职期间 就职期间 各位想想看那个画面 就职在爱河上面的一艘 这个邮轮 然后这个李嘉峰的衣着服装 韩冰的这个装扮 都是大家细细描述 而且非常津津乐道的画面 结果对才一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呢 原来除了板税风波之外 还有云林的农舍为鉴 这是李嘉峰的 闺蜜进市政府高美兰 后来才发现高美兰 李嘉峰这些人一起炒房 一起买房 然后大豪宅 贵妇团炒房 卤肉饭形象破功 接下来呢 这个有了新庄的 王小姐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他当选 高雄市长发生的 那这几天呢 李嘉峰跟韩冰呢 并没有出现在韩国瑜 反罢免的任何的活动里面 为什么新华 现在我们就发现 这一年半发生好多事情 其实李嘉峰跟韩冰这一波 没有出现在他的这个 反罢免的这个相关的动作里面 我觉得跟他们的阵营 希望研判要低调有关 而且在这个时间 说真的 你要对抗的是一场 也不是什么太体面的事情 因为毕竟罢免本身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负面的印象 那所以他跟他去年 就争取总统大位 要选给蔡英文 还是要选给韩国瑜 跟这样的选举比起来 本身就是已经掉到负面去了 所以这个时间 他不让韩冰 跟不让李嘉峰出来也可以理解 而且即便是去年的总统大选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韩冰也是很后面 很后面才出来一阵子 甚至有些东西 比如说有些私下聚会 韩国瑜不能去的场合 韩冰代替他去 那个也不是公开的聚会跟场合 所以他 你会发现韩国瑜 从去年 大概最后几个月开始 对于韩冰牌的使用 就已经不像他2018年 在选举的时候这么密集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韩国瑜整个 从2018的爆起到现在遇到罢免的状况 他其实是有他的一个脉络跟轨迹 那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我认为 他其实遇到最大的功课叫做信任 信任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有很多的学生在抗议说 你为什么爱说谎 这个东西就是信任的危机 那信任的危机 对年轻人来讲 你知道信任的危机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 对你已经没有在讨论信任 跟不信任问题之后 下个阶段变成是什么 下个阶段因为你有知名度 变成是要KUSO你做出各种的梗的来源 那你会发现那个KUSO阶段很长 从去年到今年基本上还没有结束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 你去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今年合出来的图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是蒋公在看的那个 蒋公在看溪水图 只是你会发现这个溪里面没有小鱼 溪里面是一双又一双的美白小腿 所以是蒋公看的美白小腿图 那那个图呢 当然很明显他是要干嘛 他就是在KUSO 他在这个柯智恩的场合里面讲说 他看到这个美白小腿 然后让他念不下书 那所以网友呢 再加上又有韩粉说 这个韩国瑜是蒋公转世 所以网友就自动把蒋公转世 跟这个美白小腿 合在一起 KUSO成了一张 这个蒋公看小腿图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就是年轻人在看待这个议题嘛 那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说 韩国瑜在这个议题上面 他其实这个议题上面 已经跟国民党联动到了 因为在这个议题上面呢 你看韩国瑜讲的 他觉得很自然 那年轻人看的都有问题嘛 结果呢你知道吗 柯智恩在选后 他跟李燕秀开直播的时候呢 然后就讲说 他很想给那个什么 那双美白小腿给他扒下去 给他呼下去 那当然你就会想说 你要给他那双美白小腿呼下去 那你就只有两个人可以选嘛 你是要呼韩国瑜巴掌呢 还是你是要呼那双美白小腿主人的巴掌 然后结果人家去问柯智恩的时候呢 他说不是韩国瑜嘛 那所以网友就认为说 你不是呼韩国瑜巴掌 那难道你是要呼那双美白小腿的主人的巴掌吗 然后所以网友的结论是 人家都已经被你眼睛吃豆腐吃了这么久 你还要呼他巴掌 所以你就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讲 这些事情就像滚动一样 一直缠到在他们身上 然后那个美白小土呢 后来呢网友就真的帮他找了一张 还原韩国瑜年轻时候的美白小腿图 这是一个直播主 然后帮他上面这个小腿上面 配了一句叫可怜啊 你就会发现这就是年轻人嘛 韩国瑜他基本上我觉得 韩国瑜的问题跟国民党问题 现在的问题都得罪一整个年轻世代 得罪一整个年轻世代是现在 韩国瑜跟国民党 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在于说 你知道我从哪边去观察说 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怎么面对年轻世代 第一个这次罢韩投票里面呢 你去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自己 哭手的梗 年轻人自己在动员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把那些罢韩团体自己自主参加的 志工年轻人都打成说 这个是政治活动 甚至后面说人家这个疑似有会选的问题 结果一看到你也没有证据啊 那是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公益协会做 也不是罢韩团体做的啊 可是当你没有正常的逻辑 你把它合在一起说你就是会选的时候呢 这些年轻人会生气的 第二个他们自发性 回来投票动员的行为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交大学生 交大学联会的状况 交大学联会的状况 他就告诉你说 他们今天回来是回来 让他们搭车回来投票 但他没有告诉你 他要投赞成票或是反对票 但这个事情你也把它直接打成连结说 你就是鼓励就是回来投罢韩的投票 那对年轻人来讲呢 这是很正常的ABC逻辑的问题 你直接跳跃式的指控了他之后呢 他对你就是反感 这个反感就没有消除 所以我发现国民党在这个事情上面 一直没有找到方法 最后我们讲说 这一次我看到的这个动员的状况 其实你可以看到高铁票 我今天试了看了一下 除了高铁加班车之外 在六月六号中午以前的班车 就只剩高铁这四班的加班车 其他都订完了 然后回程的部分 你看六月七号就礼拜天投完票 礼拜六回家 礼拜天要回台北 礼拜天回台北的票 你看下午四点过后也只剩这一班 大概票基本上也是订完了 所以我觉得从里面 大概可以研判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返乡投票状况 我觉得在这些年轻人里面 你大概还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样一个热潮 但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投票 对国民党来说 怎么样研究跟这些年轻时代相处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好 刚才讲按照青黄的说法是这一波可能北漂还是蛮多人回乡的 那文杰刚才提到民进党在上一次2018年11月24号高雄的惨败当中 本来以为数字很接近 被拉得这么大跟北漂今年有关 所以成也北漂派也北漂 那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跟韩国瑜最大问题就是青黄说的那个连结出来的枯首的形象 所以很多人说老实讲你们国民党现在私下正在等待一个毒瘤被切掉的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状况 所以你们的挺韩国瑜的这些人士呢 大家的做法呢其实都不是那么积极 那你看哦 大家都讲市政 江启臣说高雄市政府是一支很棒的团队 大家再给一次机会 并没有讲说高雄市长很好 也是市政府 然后呢王金平说 韩国瑜能做好做满 希望当天他个人不会去投票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他已经没做满做好了 接下来呢 国民党再推这个影片 更特别了 不提韩国瑜 但是说是高雄支持专业团队 这个好像是替叶光石啊 陈雄文啊 李四川这些人讨公道的样子 接下来呢今天早上更有意思的就是 来自于这个在地的政治人物所说的一个 这个大家了解的一个密文 那就是其实国民党在高雄有两股力量 都在暗暗的挺霸函 吴副总统办公室里面 其实有挺霸函的声音啊 所以你们国民党是不是正等着重生啊 六月六号开始 我觉得这样讲不公平 这也没有美白小腿了 六月七号新生活 这样讲不公平啦 我想最近大家可以在比如广播上啦 或者说在网路上看到国民党做了几个 他承认了他们的广告还挺多的咧 全部都在蓝营的媒体 跟比较青蓝的网路上面 那我是说事实上国民党支持韩市长的方式 当然就是配合就是说在低调 冷处理 然后不要制造冲突对立 所以还是以市政 或者说他防疫的成绩等等为主 那所以说我我还在回头 刚刚大家特别要讲那个仇恨 国民党绝对不鼓鼓励 不鼓动仇恨 我觉得鼓动仇恨这件事情 是很不道德的 一定要加以谴责 那国民党包含 所以你在谴责韩国瑜 他没有谴责 天啊地不是仇恨吗 谴责这些人 当然古林哥讲了很多人 曾经你的评论认为说 这些人可能有鼓动仇恨 我尊重你的评论 不要忘记 你说鼓动仇恨也好 或反民主也好 或失言也好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不要多讲 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 这刘思芳委员在这里 蔡英文曾经形容说什么 高雄市长被韩国瑜拿走以后 陈菊带大小孩被骗走 请问这是民主的精神吗 连陈水扁总统当时都出来批 蔡英文总统羞辱高雄人 可是他不在这一波的 罢免韩国瑜的选票上了 我要讲的是说 韩市长绝对不是完美无缺 实权实美的人 他当然有缺点 也曾经试言过 他试言我在节目上 也曾经批评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看的是什么 如果你把他某部分的缺点 拿来不断的放大 用潜维剧去检视 那当然搞得他好像十二不赦 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嘛 我重点就是 我们再放一段影片给你看 今天我们放了好几段 过去这一年半 韩国瑜所做过的事情 由影片为证 他岂止是不是实权实美 他简直就是人格破绽 信用扫地 而且谎言连连 作秀第一 我们来看 他怎么作秀的 他的作秀爬到了树上 他的作秀闻啊 那个漂白水 他的作秀在勘察水灾的时候呢 是跑到水沟里面去 他像个市长吗 他像个政治人物吗 我们回顾这一段 为什么会让罢免韩国瑜的风潮 最后到六月六号要算总账了 再说一次 这种情绪 只是一种蓝绿的对立吗 韩粉们 你们怎么面对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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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哭 老大会老哦 这个没 哎哎哎 我要看这一下 他等会儿的 你转过了 上面状况还好吗 哦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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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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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的比例下去 做一个 那这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规矩的标准 因为如果这个漂白蛇的比例如果不足的话 一定对消毒的效果没有办法达到标准 所以我身为这个防疫的最高指挥官 每一个细节我都要注意 所以我闻一下这个漂白蛇的比例 官智在菩萨行 我得命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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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台湾政坛有韩国瑜这样的 真的是奇葩啦 以前没有 以后也可能不会再有 嗯 那以他的那个暴起暴落的速度 我想台湾史上没有 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 那 他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暴起 他其实韩国瑜真的是 我觉得说以市井小民的角度来讲 他是有魅力 他是可以跟你三分钟就跟你称兄道弟 然后坐在路边摊跟你喝酒 是 所以他高雄人是因为这样 他当初给他机会 但是问题是说你不能够 你当了市长也不能够只有这一套 嗯 那而且他就必须要讲就是 真的他不知道要怎么当个市长 不知道要怎么治理一个城市 他甚至连政策幕料写给他的东西 他也基本上也不会看的 我曾经说过他大概是有那种 阅读上面的障碍 嗯 那 那 高雄人更愤恨不平的就是说 你三个月你就要去选市长 嗯 然后你一直说你市政做得很好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常常在讲 那高雄那个轻轨二旗 嗯 他从韩国瑜上任到现在 就停在那边 嗯 因为说要改路线 因为某个高雄市议员和建商说 他觉得这个原来路线不好 他就要停在那边 就不动了 嗯 那我有个朋友正好是做这个 部分的工程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这个高雄市政府要怎么处理 哦 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申请 嗯 我想很多很多的小家庭大概都是因为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哦 哦 那我现在变成就是说 呃国民党内部哦 嗯 我觉得分成两股势力啦 嗯 是凡是被韩国瑜伤害过的 现在已经失势的 嗯 还会希望韩国瑜下台 嗯 那种报复啦 譬如说我我我认为吴敦毅或者王金平 他们都希望韩国瑜滚蛋 嗯 但是那些现在还在中央掌权的 嗯 譬如说江启臣这些哦 他们会害怕韩国瑜被罢免掉 会啊 我我认为是这样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韩粉 韩粉他们因为觉得说啊你中央 党中央不挺挺挺不够力 所以韩国瑜才被罢免掉 第二个就是说以那韩粉他们再度集结 让这个韩国瑜他总要找个位置嘛 嗯 他如果说离开了高雄市长 他找个位置 他找个位置是什么 可能又又又又来冲击党中央 或者又又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部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已经被他伤害过的人 当然是赶快你就赶快被罢免掉 嗯 现在掌权的人就是希望说 那你继续还在留在那边 至少你还可以再困你困个两年多了 嗯 我觉得他们内部是这样想的 那我觉得韩国瑜这一次整个反罢免的作为 我觉得当然有机关算尽了 但是我只认为是其中有一点是真真真真 就是绝对不能做的 你可以呼吁你自己的支持者不要出来投票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呼吁 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要监票 让那些人有压力 让出来投票的压力 而且这句话是高雄市的民政局长讲的 嗯 这个民政局长光是讲这句话 他就应该下台 哦 因为你是跟他他民政局长他是传line给 传line给里长 然后告诉里长说说 这个不要去投票 但是要监票 嗯 然后让出来投票的人有压力 嗯 明明确确就是这 这位姓曹的民政局长讲 但他到现在没有道歉过 对 那现在是检方在侦办他 嗯 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这个你这个标准 你放在台北市 我想这个民政局长一定下台 可是我就没有看过这么赖皮的团队 嗯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呼吁你自己的支持者不要出来投票 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特别是政府的力量 或者说你用从民政局长然后下指示给里长 然后叫大家这个叫大家去监票 让让出来投票人感到有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混混账的团队 他不是一个什么专业团队 嗯 那我个人还是认为 那苦林大哥他觉得说这个很危险 但是我认为高雄人是有智慧的 我是相信6月6号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韩国瑜对不起佛祖 嗯 他的那个刘委员刚刚有拿嘛 他的罢免申辩书上面写一段心经 心经是佛教的中心思想 很多经典里都有心经 我们在超心经念心经的时候都是非常虔诚的 我们是在祈愿 我们是在祝福 我们是在悔过 没有人念心经是在喝酒的玩乐的地方 念心经来让小姐哈哈大笑的 没有人是在媒体记得前面 官制在浦达行程 就是造月五月交通度一切苦恶色利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觉得这是对所有信仰佛教的人一个很大的亵渎 而且你写在你的答辩书上什么意思呢 你心无怪 你心无怪吗 你心无怪你四次去阻止人家进行罢免 你心无怪你去发什么防疫暖心包 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防疫的 倒是有一百块钱可以花 你心无怪你搞什么真心加年华 对不对 这所有信仰佛教的人就不应该投票给他 就应该投罢免他 第二个韩国瑜对不起孙中山先生 他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 孙中山先生不是帮我们争取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吗 选举我们行之多年了 创制复决我们在这个公民投票的时候也有了 就是罢免权 你为什么要叫大家不要来罢免呢 你为什么叫大家不要来行使罢免权呢 你这不是违背孙中山先生吗 所以我很怀疑你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吗 第三个韩国瑜对不起市府官员 这些市府官员 这些因为他是你完蛋就算了 可以去选党主席 他们全部跟着要选布盖回家耶 所以他们现在变得很好玩 就兵要打降不打 所以这些兵就冲啊冲啊冲啊 冲到结果你看环保局长涉嫌独子 那么多违规看板你不猜 教育局长你涉嫌行政不中立 你去影响这个投开票所的设立 新闻处长你涉嫌诽谤 你说人家罢韩事骗子 财政局长你涉嫌绑标 你4900万的标今天绝标 明天就要执行谁敢去标啊 你没有讲好的人谁敢去标啊 而且你这个礼拜不行 下个礼拜你一家就可以得标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在害死这些人吗 民政局长妨碍罢免 这已经被检察官约谈了 所以你看这些人 士兵冲锋陷阵去牺牲 韩国瑜躲在那边看 你们都完了好 你觉得吗 你觉得这样子对吗 你觉得这样子够朋友够欲气吗 韩国瑜你不是一个很有欲气的人吗 只有你现在让这些人 为你去牺牲 为你去甚至可能处罚 可能断送他们的政治生涯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敢大胆出来说 我跟你拼了 我就算没有九十几万票 我还有六十一万票 还比你五十七万五票多嘛 我这些人都出来 我怎么会选不过你呢 如果你这样堂堂正正的做 高雄还说 你这有开口 结果你连这个也没有 没有你就好了 没有你就回去吃自己了 好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也怪不得古林 刚才那么生气 给大家看了影片之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帮你整理的 他从上任开始就 一 刚才世方说的 他的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 然后呢 他第一个让大家注意到的 记不记得是他秃子去洗头 有没有那天是不是网路直播 开启了他的声量 所以他一开始用这种空战的方式 用网路集结的方式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据说秃子洗头 是潘恆旭跟他的女儿寒冰 这个团队所建议的 之后呢 他的乳肉饭呢 他这个矿泉水发酵之后呢 他还说他没有钱 然后让大家捐 那个一票三十块 给他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到台北来选台北市长 然后还炮打党中央 这个开始爆起 爆起的同时呢 他就这个 当选了 那在2018年的 他的最大的救星日 是8月23号 所谓的5000个天坑 那接下来呢 他之后呢 他在当选了 当选了之后呢 各种奇怪的行为 淹水闻水 登革热爬树 公文呢 跌的比他还高 然后车子被装的追踪器 到现在这个追踪器呢 陈丽娜跟陈 还有谢龙介 这些看过追踪器的人 到目前都没有拿出证据 然后 睡前念薪金 然后在酒店里面 念薪金 还有给小费 然后这个公关小姐哈哈笑 那接下来 民调盖牌还 直播洗内裤 直播复旦 这都是选举的招数 最要令人啊 这个触目惊心的就是 博恩夜夜秀那一场 跪着走路 还有呢 在辩论的时候 他骂人家中央社的 那个提问的总编辑吧 是可怜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国民党究竟呢 是怎么看呢 刚才文杰特别提到了 说国民党是两种的看法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 韩国瑜本人的自处是 今天的最新消息 是说 他要在6月6号啊 投票这一天呢 投票结束之后 结束就是四点之后 他要率领团队 他跟他的那个局处首长说 大家在四点投票结束之后 要开票了 开始一鞠躬道谢 从此要进去不讲话 不管他是被罢了 还是没有被罢 都不要 都不见了 然后6月6号这一天 他要干嘛呢 郑造星说 他有既定的行程 请教一下子哲先生 韩国瑜是什么游戏呢 他鞠躬 他说四点 据说了就说下午四点 罢免投票之后 他要一起 他已经约了 因为有这些局处首长 也跟媒体承认了 他们要在四围中心献身 因为他们都被约了 然后感谢高雄市民 给市府团队一年多的机会 然后郑造星说 这一切呢 他各种讨论 他们没有评论 但是最新的消息就是 有人说他是不是 确定要被罢免掉了 他的五部里面有一个就是 被罢免 这个投票结束之后 不管有没有被罢免 他都不讲话 这什么招数啊 不是第一个 这个是媒体的传闻 他自己的五部里面有写 对没有证实 那至于就是说 这个最后结果是如何 我坦白讲 现在没有人说了准的嘛 那因为你只能等到开票出来 文杰认为一定会过关 指着我问你一下 如果韩国瑜那天投票 真的被罢免了 他会不会提起罢免无效之数 那个孙大千委员 有出来说是不会提的 不会吗 真的吗 我不要相信 孙大千委员跟韩市长的关系 不错嘛 他之前在整个选举的过程中 也是浮选的这个 他现在还有不错吗 我听说现在好像没那么不错 我是希望韩国瑜那天 真的能够像他自己讲的 他如果被罢免 那就摸摸鼻子 那不要再去什么提起诉讼 再去什么 再去乱 我蛮希望他提起罢免无效之数 而且我觉得他会提起 因为罢免无效 他都前面都拦了四次了 这次弄完了他怎么会不拦 他继续拦嘛 那因为你只要罢免无效 虽然他还是要下来 但是你就不能补选 不能补选 那个当初输给他的陈其邁 就没办法回来选啊 那这个 就算罢免无效 他没有办法成立 那还可以上诉嘛 只要透过十二月二十五号 任期剩不到两年的话 就不用补选啊 中央直接派啊 最起码我不用看到陈其邁 选取费 所以我们改选 补选要花费 請问一下文杰 他补选 如果他一直提訴訟的話 那可是他的位置在六月十三 十三号起就被被隔除了 那未来的市长 还是中央派啊 没有 这是我讲一下 依照规则是什么 假设六月六号有罢免过了 六月十七的时候行政院 就一定请韩国瑜离开高雄市政府 对啊 还有他的政务官 他不可以不走吧 要被抬走了 他一定要走 然后呢在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对啊 他如果提诉讼的话 他如果提诉讼的话 就补选暂时不能有动作 要等到他的这个所有的选举官 选举罢免官是定议 那那时候的市政府怎么办 那还是代理市长 代理市长谁派 行政院长 所以啊 不是啊 问题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行政院长派 院长总不至于派李斯川 或是夜光石吧 但是院长也不见得会派陈其迈啊 为什么 因为陈其迈 他现在是 我不要让陈其迈来坐我的位置 我起码 因为我如果拖到 你说韩国瑜是恨陈其迈 不是恨 就是说陈其迈如果再参加补选 然后高票当选 那就等于再给韩国瑜打一次脸嘛 他已经被打成那样子 被罢免掉 就已经finished了吧 可是我们也希望这样 我们刚刚的市民也希望这样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派就好 我们也不用再去选一个 大家就觉得说 不是有很多人觉得说 剩下两年 不然还要再补选很麻烦 那就不要麻烦了 对 苦林大哥的 苦林大哥 我从指责的角度看 指责苦林大哥的建议说 干脆就让他去搞诉讼 然后呢就先代理半年 然后代理半年之后呢 就不必补选了 因为已经两年了 所以就不必补选 就直接代理 还省了一亿元 这个还是韩国瑜做的功德 是不是提起行政诉讼 然后呢罢免就不进行 我觉得这未必 我觉得这个 不是罢免不进行 中选 提起提罢免无效 这是诉讼 这不是行政诉讼 我意思说这个 是不是一定有汉格或冲突 我觉得这个中选会恐怕 这个我不清楚 但中选会说来说明 他讲是6月6号投票结束以后 罢免的 是啊是啊 就是罢免之后 对 即便假设韩正寅有提出 罢免无效 然后罢免这个件事情 如果三个月之内 没有诉讼的结果判决的话 那就不可以进行 补选 第一个你看最近这个 韩市长提那个行政诉讼 其实我看那个行政法院 处理的速度 其实都蛮快的啦 我会说不是应该不至于 脱过那个三个月 他罢免之后 他要提司法诉讼 是假处分 要走法院 走法院 即便是法院 我认为那个速度 恐怕不会那么拖这么久 反省检讨的方法 就是一直去提诉讼 让高雄人不要花那一意选举 按照苦林这位市民的这个说法 可以让他将功折罪呢 提起这个诉讼 是韩市长的权利 他认为这个这个程序正义很重要 如果提起诉讼 你们国民党就更惹人讨厌 这个完全不会影响到 高雄市民的权益 这是韩市长自己的权益 他去做了 那我也不认为说 做这件事情好像 刺激这个这个选民 因为这个跟其他的这个作文 是不一样的啦 有人要做文章 我很难很难阻挡 但是我要讲 刚刚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一直我认为高雄市民这个性格或个性是勇敢的 我认为是 所以说那一天即便我们认为说每一次选举都有监票嘛 可是监票并不代表说是监视 这个我也不同意 所以说不会造成什么恐怖的氛围 你现在去问高雄市民 我这一天上政论节目 所有被问到的 我告诉你 没有人说我很怕 不敢去 你只要看现在罢韩团体或人士 可以在高雄市大明大放 毫无畏惧 所以刚刚是不会怕 也不用怕 不明朗没有掌握国家机器 掌握国家机器的是民进党 不是国家机器的问题 自由路黄昏市场 卖玉米的告诉我 卖菜的告诉我 他说他真的不太敢去投票 因为他的客人有很多是韩人 你知道吗 我如果去投票 所以为什么今天韩国瑜令人可恨的地方 今天如果你是公平的对决 大家都去投票 誰也不知道谁是投贊 才是投反對嘛 那今天你這樣搞吧 只要去投的就是反對的嘛 所以這個賣菜的 他就告訴我說 我去投 告訴我的客人 知道我去投罷免韩国瑜 我去投罷菜 這不是恐懼 但是他是擔憂啊 我尊重你 尊重你這個民調 這不是民調 這個很不符合這個隨機抽樣的民調 但是我要講說 你不要坦白講 你要講那種個案 這個也不是整個 我會說如果是通案是整個高雄市都圍繞了這個氛圍 那當然就是一種恐怖恐怖的氛圍 可是問題是你要講少數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講不公平啦 那我特別要講齁 就是說這一陣子你看齁 就是說霸函的團體齁所作所為 我坦白講他們想要霸函 我們充分的尊重 可是問題在整個過程 你到底是要彰顯什麼價值 比如說logo盜用法務部的這個布灰 結果蔡清祥部長還出來說能原諒就原諒 比如說批把韓市長批圖成一個黑色的垃圾袋 比如說指控李嘉芬這個操控這個市府 請問拿出證據了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再加上這個罷韓國家隊的暗注 高鐵啦 法務部警政署長不是出來說嗎 這個什麼罷韓有這個黑道對不對 監票黑掉黑道在監票等等 我就說像這種幾乎都是在帶風向嘛 那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重點是說我們怎麼看待這一次罷韓呢 我坦白講結果我們操縱不了 可是整個過程中我覺得講到仇恨啊 這一陣子我收到一封信啊 信裡面沒有這個姓子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名子 所以我坦白講即便收到名子也不會 我們常收到啊 是啦 可是即便收到名子我也不會說到政論節目上 我不敢講我該講的話 不會啦 現在是民主的時代 而且根本國民黨或說這個韓的團隊 沒有這樣的想法要是什麼前置 要去這個什麼用恐怖主義 來控制希望高中市民不要去投票 那你拿曹環蓉是什麼回事嗎 直接 文傑你們 你們有包含國家對 那個 包含國家對這個名詞很奇怪 我這樣講 一個民政局長叫里長說你們出來監票 里長至少可以監哪些 他的領長 他的志工 他的巡守隊 加一加的大概有100多人 一個里大概有100多人 就是說 我認為曹環蓉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些國民黨的里長 反正就是把你們自己的條牌收好死 然後你的領長 然後里長他還可以做什麼 因為每一個里都有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都是里長要去送東西 去什麼這些 那所以里長基本上低收入戶都認識 所以一個里長如果站在投開票口 很多低收入戶他是不敢去投票的 這也是為什麼韓國瑜他要把禮物 或是什麼 防疫包 他要送給低收入戶委員 因為低收入戶是真的很容易 因為這樣的事情而被影響到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說這個 這個民政局長是可惡到極點就是這樣 那他的 他的 也不知道說這個 這個姓曹的局長 他到底是為什麼來做民政局長 因為以前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可能 他的唯一的作為就是說 他曾經幫韓國瑜在2018年那一次選舉的時候 幫他做什麼晚會造勢還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認為 就是說那個罷免大家都可以用各種心機和手法 那誰做的過機 選民都看在眼裡 譬如說你把那個什麼披成那個垃圾包那個事情 那個我就不贊成 那個跟罷免一點都沒有關係 那但是像這個民政局長公然的要求里長去監票給人家壓力的 我覺得這個民政局長真的應該下 這個問題提到的是這樣的民政局長 你高雄市長還留在那 然後還當成自己的這個後航部隊 這完全違反了一個基本的治理原則 我不敢也不應該為那個這個局長來背書 我坦白講 這是坦白講 從那個揭露出來那個訊息的那個內容 我覺得坦白講 我也認為不妥了 對啊 那就應該下台至少對不對 我坦白講 我的看法是他應該是在跟某個里長 他熟了里長 再講一些垃圾話也好啦 或者說自己的這個這個比較熟朋友之間的語言也好 那個截圖會出現嗎 我是說假設他是這個大規模的 比如說發給所有高雄市的里長 甚至是所有國民黨的里長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去譴責 那到底是不是嘛 到底是不是嘛 是嗎 我跟你講一下 他發的時候他是說他個人私的line 但是事實上曹里長個人 曹局長個人私的 為什麼全市的里長都會知道 一定是有人會在轉傳 而且不是只有剛剛那個文傑所講的這些 他們里長下面的人 還包括區公所的第一階層的公務人員 你都不敢去投票你知道嗎 而且還有人接到電話是叫人家 叫選民不要投票耶 我要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認為 這個電話公式耶 對 如果你們認為那個監票是合法的 是屬於那個高雄的選務工作的話 那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請你發布一個請大家去投票 投不同意罷免票 這個我們完全贊成 而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高雄的民政局長的作為 他也是另外一波引發這個 選舉的熱度 而且對立的原因之一 按照這個施方的了解 那民進黨在最後關頭 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要鼓勵投票 而這個剛才講的陳其邁 韓國瑜的對手 他也說他作為高雄人 他會回去投票 而民進黨今天開始 這個有車隊掃街 然後霸函的昨天晚上的遊行 吳英龍也下去了 這個民進黨整個投進去了 如果霸函不成功的話 民進黨會顏面掃地 清華 所以就變成說我覺得民進黨 昨天做的那個決定 你看喔 他是鼓勵大家出來踊躍投票 但是他並沒有做說大家要支持還是霸函 就是你要霸函還是你反霸函 這個由高雄市民自己來決定 所以他們現在做決定 你去看大家其實畫一條線在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階段 最好就是鼓勵民眾踊躍去投票 但是這有趣是有趣在韓國瑜 在之前用蓋牌的方式把它變成是 只要出來投票的就是霸函了 然後只要不出來投票的就是支持韓國瑜 然後反霸函了 所以這裡面微妙的關係 是從那個時候產生 從蓋牌之後所產生 然後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出現問題在這裡 就是因為那個當初你把它做蓋牌了 所以才會出現 我們看到這個民政局長曹環榮 為什麼會去講這個話 說這個只要出來投票的 然後就要給他這個心理壓力 曹環榮那個話 那整個邏輯是這樣一路串下來的 好了 現在就變成說 只要是反對罷免韓國瑜的 所採用的策略一概是不出來投票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導致整個國民黨 在看現在一連串的 這個不管是支持罷函的 或是只是要叫你出來投票的行為 在國民黨眼中都變得很奇怪 因為對他們來講 現在有出來投票的 顯然都是支持 就是支持要罷免韓國瑜的 但其實我們知道 在民主正常的程序裡面 鼓勵民眾出來踴躍投票 不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嗎 那在今天最基本的概念 其實一再一再的受到挑戰 是我覺得最奇怪的事情 那裡面讓人家覺得 最遺憾的是什麼 其實你去看 在這一次裡面 這幾天也聽到 國民黨的黨主席江啟成 也呼籲民眾不要投票 那這件事為什麼 為什麼弔詭是在 也不過才幾個月之前 在國民黨黨內黨主席的補選的時候 當時張亞中也是講說 叫黨員不要投票 然後江啟成去批判說這個行為呢 是反黨內民主的行為 這是江啟成自己講的話 結果江啟成在幾個月前講的話 跟他幾個月後現在講出來的話 就不是同樣的事情嘛 一個是選舉 一個是罷免 一個是罷免 不一樣 形態不一樣 選舉是把人選出來 罷免是把人拉下來 罷免也是這種選舉 你也是一個投票的行為 不去投票也是策略的一種 這個叫雙重標準 因為你現在其實在鼓勵民主 我說實話 像我們台灣跟中國最好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真正民主的選舉 然後不管是你對於這個 韓國瑜是什麼態度 你要贊成他還是你要反對他 透過投票就是最好的方式 而這樣的行為 竟然可以叫你的選民都不要出來投票 這種抵制的行為 其實他就掉到雙重標準裡面去 所以你看這幾個月前的江啟成 達臉幾個月後的江啟成 那這個情況呢 就是國民黨在這次罷免投票裡面 遇到的困境 好 苦力 還要說嗎 我希望這個韓國瑜去選黨主席 選國民黨黨主席 因為這是救國民黨唯一的路 也就是說韓國瑜不管跟 你到底是講正面還講反面 因為我真的真的 我不希望國民黨消失 文潔認為他可能會去抢黨主席 我不希望國民黨消失 因為民眾黨更糟糕 那因為如果韓國瑜去選 國民黨黨主席 不管他跟誰選 中國國民黨勢必就要做一個選擇 你是要做中國黨還是要做國民黨 如果韓國瑜當選 他就變成中國黨 如果是別人當選 他就變成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國民大哥你不要這樣謀 所以如果從來沒有一個名字 叫中華民國國民黨 你跟蘇貞昌一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 所以 那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 當然 1949年 所以我的意思 我現在是講路線 我的路線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還要國民 你就把離中國遠一點 如果你要中國 你就會離國民更遠 這哪一個沒有貼 不要再抹紅了啦 這哪一個沒有貼 這哪一個不是親中國的 但是他被罷免掉 他如果沒有被罷免掉 你怎麼辦 你六月六號晚上要幹嘛 因為我喝酒啊 喝酒啊 我酒都準備好了 在哪裡喝 在高雄喝啊 在高雄喝啊 對啊 不管有過沒過都要喝 過了就慶祝啊 沒有過就哀悼啊 可是我相信會過的 你現在又相信啦 高雄來 我相信會過啊 好 你相信會過啊 子澤 如果他沒有過 你要怎樣 他如果沒有被罷掉 倫酒也不太好啊 真的是平常心啦 他怎麼平常心 他如果沒有被罷免掉 他就變成 國民黨的一隻大怪獸了吧 會不會 那 但是我還是希望啊 韓國瑜真的要 平手民主的精神 被罷掉不要再提醒不動 不要再浪費 你們拿來拿來拿去